我们原来别忘了 都是强调引进消化吸收 我只引进必要的那些设备 必要的基础 我没有引进 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消化吸收 但是如果一旦你像一般发展的国家那样 所有他们能踩的你都踩 那就意味着什么 你把下游社会市场完全让给了外资 各位 为什么就现在大量的国企倒闭 大量的职工下落 是因为下游市场没了 珍宝岛战役之后 中美接近 毛泽东说得很清楚 两个大国我总得接近 苏联我们已经60年就割裂了 那70年代呢 带来一个新的机会 出现了中美战略接近的这样一个客观的过程 那当时 毛泽东就说抓住这个机会 引进西方的设备和技术 改造我们原来偏均偏重的工业结构 所以我们从1973年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定了四三方案 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技术 利用的什么机会 利用的是尼克松访华之前 解除了对中国的封锁经营 提出的第一个引进西方设备技术方案 正式执行是尼克松访华之后的1973年 去意识形态地看 我这里面没有意识形态 只有历史过程的客观描述 从那时候开始引进西方 那立刻就发生了 跟我们原有工业体系之间的矛盾冲突 最典型的案例 武汉的一米漆炸机 我们甚至引进了洋厂长 当时的报纸还报道 洋厂长遇到的难题 我们那个一米漆炸机 就是炸不出一米漆 德国设备 在德国炸一米漆 到我们这儿炸不出来 就差一点点 引进了厂长 也没解决 矛盾就是这样发生的 那真正最为深刻的矛盾 是什么呢 是当你大量开始引进的时候 对国内 就是你连一米漆炸不出来 那你的设备制造业的下游 就逐渐地被西方设备技术 占领了市场 这是开始 更进一步 是智障形态的危机 在中国八十年代末 完整地爆发了一次 同时赶上了 美国带领西方 制裁中国 所有外资全撤 中国正在工业化结构调整 进入市场的这个阶段上 突然遭遇了外资归零 正常危机爆发 玄机进入什么 大萧条 我们连续四年 收入增长速度下降 在大危机局面之下 当时的一个说法 反属于一般发展中国家 做的这些外资政策 引进外资 我们都可以采纳 我们原来别忘了 都是强调 引进消化吸收 我只引进必要的那些设置 必要的基础 我没有 我引进 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消化吸收 但是如果一旦你像 一般发展中国家那样 所有他们都采的 你都采 那就意味着什么 你把下游设备市场 完全让给了外资 各位 为什么九成在大量的国企倒闭 大量的职工下降 是因为下游市场没了 我们那个国有工业体系 本来是重装为制造业体系 和为它配套的体系 它本来应该是为下游市场服务的 但你下游三个一补啊 来设备了 过去是我们严禁 我下游市场被外国设备占领 一定是留给我本国工业的 但从九十年代开始 你改了 尤其是沿海 那二手设备连漆都不刷了 直接进了 所以沿海地区的短期暴富 直接卡掉了上游装备工业的下游市场 如果我们不把原因找到这少 从自己去找原因 怎么你也找不出来 你痛不死了 我怎么搞成这样呢 我怎么会没有市场呢 对不起 就是没市场 我为什么有这个观念 是因为苏联东国解体的时候 我自己背着包 去了七个苏东国家 我到德国的时候 大家知道德国的中美工业是非常棒的 东德也是 我去东德考察那个被私有化的企业 你进去以后那些厂长 经济师 工程师们 直白地告诉你 我的整个体系是完整 我只不过是现在没有市场 过去我在计划分配体系内 我根本不用发愁 我生产的装备给谁 国家就掉走了 我现在不知道我的装备给谁 我生产的时候最好 质量很好 所以他的问题在于 他们找不到下乡 于是他这么棒的整个体系 被当作废铁卖掉 这是苏东巨变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情况 当我们把这些结合起来看的时候 注意哈 1991年苏联解体 1992年以后 我们基本上是以三来一补的低端赖资 作为增济增长的重要动因 那上流的这个工业体系 就进入了一个衰退期 如果顺着这个规律走下去 一定是大面积的企业破产 大量的职工下搞 一定是这样 就是我们必须将战争 放在资本流转的 一个大的背景下来思考 当西方的资本 可以通过新殖民主义的全球化 进一步推进 它的产业资本扩张 和金融资本扩张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们大家看到的 都是各种各样的 非常美好的说法 推进你们的改革 推进你们的开放 帮助你们的人民 得到更好的福利等等 我们也都知道 世界上各个主要经济体 都不是被外部问题 造成的严重困境 而很大程度上 都是内部问题造成的 任何一个国家 都应该尊重城市劳动 不应该尊重崛起 只有在一线政策部门 对 你就知道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之间 真是问题出在哪了 有一个宏观的视野 能看到天下